这四名就读从幼影音科技大学的印尼学生 就因为疫情影响 被减班甚至失去打工机会 失掉了维持在台湾就学所需的经济来源 生活相当辛苦 这些学生放租组定什么都 学校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要出钱 然后如果没有工作没有打工的话 我们都会就很难 对没有经济来源 就靠父母亲应该会不太过这样子 那如果防疫这段时间没有工作的 真的对我们来说真的很大的一个 对影响 在得知这种情况后 立法人蔡世英联系台湾投国际交流协会 与台北太极艺术美学师子会 共同捐赠白米泡面饼干等食物 希望帮助这群由东南亚来基隆就读的国际学生渡过难关 这次发起是因为有学生透过我们的这个协会 来跟我讲说理事长可不可以帮忙他们一下 因为他们在台湾这边就学的话 其实一方面他们很需要去打工 因为自立自主 那结果因为这样因素之下 我就来跟委员还有跟我们的张会长 一起商量说是不是有可以我们来办这个活动 来共襄盛举一下 那他们都很非常踊跃 基隆在地有一些交换学生 因为必须要半工半毒打工 那现在没有办法打工 经济失去了来源 那希望我们能够给他一些物质上的支援 那因为你知道我们师子会 就是台湾最大的公益社福团体 那我当然二话不说 我就一口答应 我们募资的物资 那也是他们东南亚学生最喜欢的家乡会的物资 然后来送给这一些学生 希望在这段疫情 如果他们没有办法 在一边读书之余 有参与打工的行为的话 至少在这些物资给他们 让他们生活能够过得下去 那主要的重点就是希望 他们在这段疫情结束之后 能够在这段期间继续能够有求学 或者是未来办公半毒的过程当中 都能非常的顺利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这两个单位 能够来抛砖引玉来做这个事情 那因为到目前为止 新住民或者是外籍的学生来到台湾 这个帮助事实上是还没有人做到的 据了解 基隆市大约有84名新南向的交换学生 蔡世英期盼 透过民间社团的热心关怀 协助资深在台求学的国际交换学生 与国人一起度过疫情难关 顺利完成学业 团结防疫 守护基隆 记者张祈腾基隆报道